在如今多元化爆棚的时代 你会更愿意在游戏中选择当一名帅气或漂亮的角色 还是当一名肥胖、丑陋或黑皮肤的女性 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家机密 《程度之旅》是由Red Thread Games近期发布的一款 带有政治性和LGBTQ Plus标签的游戏 它由Spotlight by Quantic Dream发行 而Quantic Dream过去推出过不少像是 《底特利变人》、《超能杀鸡》等获得许多玩家战胜的剧情像游戏 因此他们这次发行的《程度之旅》自然也是款注重剧情的游戏 然而就不作品中包含的多元化特色 使它被众多玩家嫌弃 虽然Steam上获得了好评的成绩 但玩家上线人数却连100都不到 面对这么一款不被许多玩家看讨的游戏 竟然还有媒体因为一些原因而获得加分 接下来玩家机密将与玩家们分享 各大媒体究竟给了《程度之旅》什么样的评价 如果有遗漏或者是想要补充的玩家们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分享 那这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打开小铃铛 以免错过我们的更新哟 哈 杰姨妈秀 《程度之旅》是一款讲述着希望、爱情、友谊、机器人 以及语言力量的动作冒险游戏 玩家将扮演一名欺诈高手和被驱逐者 还是怀孕四个月的黑人女主角 除了黑人女主 游戏中常见的角色还包括 患有白电风的肥胖穆斯林女性 引发的非二元性别者 拉丁裔男性 和带着彩虹围巾的机器人 主角一型人为了在政治独裁的环境下 运输隼秘包裹 便以巡演朋克遥滚乐队的借口 穿越充满威胁的地区 游戏过程中 玩家需要选择不同行动和对话 还可以让主角说出刺激性的话 像是怒骂对方种族歧视 除此之外 他还融合了战斗 音乐节奏和解谜等多种玩法 战斗时 角色还会说出强调女性力量的对白 那么游戏中是否存在异性恋 或白人男性呢 有的 不过大多是以反派形式出现 其中第35任白人美国总统 甚至被塑造成问题的根源 剧情后面出现的敌人 更是过度漂白 面对如此浓厚多元化因素的游戏 BBC News曾采访过程度之旅的创意总监 和PAX的配音员 他们表示制作这款拥有多元化角色的游戏 并非受到任何强迫 这让玩家感到失望 并认为明明可以制作其他类型的游戏 却选择了以多元化为主的作品 因此游戏还未推出 即迎来了许多玩家的嫌弃 直到2024年8月20日 程度之旅正式推出 已经体验这部作品的媒体 和玩家也都给予了他们的评价 那他们对于这款游戏抵出了什么样的看法呢 在Metacritic的网站上 收录了19家媒体对陈录之旅的评分 拿下了67分的中等片高表现 大多媒体都给予中等或好评的评价 赞扬了游戏结合了卡通书的视觉风格 和挑挑的叙事冒险手法非常吸引人 另外 有趣的世界观构建 讲述着如果现实中的肯迷迪 没被暗杀的另类历史 以及拥有许多有趣的游戏元素 都是大多媒体给出的优点 不过 这部作品也存在散退 和画面冻结等影响游戏体验的性能问题 但讨在自动保存的功能 不会造成失去太大的进度 游戏节奏慢也是它主要的缺点之一 媒体指出游戏中的对话过多且冗长 容易让玩家失去耐心 无趣且乏味的对话 让主角他们看起来像喋喋不休的烦人角色 而且 这部作品对角色剧情的关注过多 既没有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也没有对角色进行有效的塑造 而导致节奏的问题发生 还有让人感到不悦的对话语气 占据了游戏的大部分时间 影响了玩家的整体游玩体验 作为一款动作游戏 其战斗系统被认为过于简单 缺乏流畅控制 让战斗体验变得重复且乏味 加上角色的动画表现僵硬且尴尬 很难和其中的角色产生共鸣 DancePod还特别提到 尽管TelTel的因试录角色模型毫无生气 但该游戏仍能获得奖项 此外 玩家在做出选择时 角色说出的内容有时和玩家预期的不一样 颠覆了玩家的意图 其中还展现出角色的矛盾 上一刻才歧视他人 下一秒又指责别人歧视 且角色太多 加上陈录之里似乎过于几重一主角 导致其他角色的发展和互动都被忽略 这也导致留下了许多未解决的情节 以至于结局显得不够圆满 知名游戏媒体IGN 除了提到上述的一些优缺点外 还指出他虽然提供了多种玩法元素 但各部分可能无法支撑整个体验 因此玩家必须接受整个游戏 单独喜欢某个元素可能不足以维持耐心 IGN还表示游戏中的故事背景 角色多样性以及处理冲突的对话方式 都明显努力做到包容性 读写这篇评测的人还提到自己不是异性恋 且有精神健康问题 所以认为这种包容性一开始看起来有些表面化 然而 这种包容性最终成为推动角色发展 和玩家角色的核心 让一切变得更为复杂且有趣 尽管他不打算重玩 但会对游戏给予的经历抱有美好的回忆 最终IGN给出了7分的好评 粉刺的是 IGN却给予广受玩家满意的黑神话悟空 仅仅比陈陆之旅多一分 有玩家则吐槽 这7分就如同游玩这款游戏的人数一样稀少 给出最低分的媒体GameRant 除了之前提到的对话冗长 战斗和性能问题等缺点外 还认为他的叙事过于表面化 简化了权威主义的根源 无法深入探讨权威主义等重大社会问题 这样的设计显得空洞 缺乏现实中的深度和意义 唯一的优点就只是拥有多元化的角色 也因为这一优点 让GameRant在五颗星的评价中 还能勉强给予两颗星 媒体GameRant强调自己不是那种 会抱怨多样性的白痴 并认为角色的多样性是这游戏的优势之一 但也不会因为与其他政治观点一致 如条件的赞同游戏的一切 除了之前提到的缺点 他认为游戏中的选择 主要影响主角与其他角色的关系 所以剧情中的选择似乎不那么重要 同时还表示主角的配音表现不稳定 战斗台词普遍糟糕 虽然对话过多造成表现不足可以理解 但还是让人怀疑游戏是否选择了最佳的录音版本 最终因为觉得存入之旅的一些机制很酷 且认为有着不错的节奏迷你游戏 而给它55分 但它列出的缺点多于优点 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什么原因让这款游戏 在如此多不足之下仍能获得超过一半的评分 即与中上评价的GameTrader认为 游戏在呈现多元化角色和复杂议题上做得很好 还是少数认为游戏中的战斗元素不错的媒体 此外 深入且易懂的选择系统 扎实的世界构建 以及多元化角色让它在5分钟给出3.5分 不过 也出80分以上的RPG Fan 和GamePresher却提供与其他媒体不一样的看法 游戏虽存在一些不足 但他们认为拥有丰富 感人且有趣的故事情节 让人乐在其中 尽管其他媒体表示 角色对话令人艳烦 但他们认为角色的设计富有表现力 充满可爱的小细节 很令人讨喜 而且 游戏中的选择系统让每个角色的性格特征更加突出 他们还认为承诺之理适合喜欢有影响力 且选择多样的叙事冒险游戏玩家 虽然媒体整体跌出中等拼高的评价 但这部作品在玩家面前却是满满的抗拒 除了刚刚提到的部分媒体 国外媒体 Forbes和Polygon也在试图说服玩家购买程度之旅 Forbes表示这是一部彻底展现自由主义的游戏 并认为只要玩家保持开放心态就能享受其中 而Polygon则强调这部作品的故事和现实有相似之处 并表示游戏中的选择 不涉及正确答案的特点是最令人满意的 尽管这些媒体试图推销这款游戏 但效果似乎没起到任何作用 WeChat Games曾经2014年推出的 梦云之章在Steam上不只获得极度好评 当时玩家上线人数也有高达1000以上 可是他们的存入之理在刚推出不久 上线人数却连100都不到 让玩家讽刺他们的现代观众 仅是由81人组成 爱娟当天发布的游戏预告 也收到了超高的倒战数 让玩家嘲讽这里的评论比Steam上的玩家还多 而在Steam上给出好评的玩家非常享受游戏内容 觉得里面的角色十分有趣 并认为它像是奇异人村和96号公路的合体 有的玩家不理解为何这款不错的作品会引发忠意 并表示那些对游戏感到愤怒的玩家 根本不打算尝试这款游戏 另一方面 极以负评的玩家认为游戏非常无聊 并批评他宣传自己是动作游戏 却要经历无法跳过的一小时剧情 才开始进入战斗 更是有玩家强烈批评游戏非常糟糕 只能扮演一个又胖又丑跨性别或同性恋的角色 对于故事试图推行Walk行为感到恶心 甚至还有玩家嘲讽担心自己电脑是否会因为这款游戏而感染Walk 况且游戏中的尴尬对话 还让直播的实况主离开电脑并崩溃呐喊 还有玩家吐槽陈鹿之旅 是他见过拥有最尴尬的游戏开场 就开场也被许矿主Expong Go 吐槽其中的角色令人不喜欢 甚至觉得游戏中半年 美国版共产的角色看起来更像是正常的一方 他还嘲讽Dustborn 最终似乎被扔进了Dustbin 而且开头曲中的一句歌词 We are the new porn 也让玩家感到疑惑 虽然知道是特异和Newborn押韵 但歌词会让人以为是在表达LGBTQ的人物 将会成为新的色情风潮 这让玩家不禁吐槽 成人会师根本就不会碰这些角色 还有玩家发现陈鹿之旅中的一些场景 和GTA Online极为相似 并整是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 虽然有玩家指出游戏还是有与GTA不同的地方 认为这只不过是游戏的彩蛋 但也有玩家表示他们的抄袭行为很明显 觉得他们可能会面临法律诉讼 此外 陈鹿之旅还是由欧洲联盟的Creative Europe Media Program 以税收资助的 这让YouTuber SmashJT 认为游戏玩家或评论家 是免费获得这款游戏的 这证明了真正购买它的人事实上更少 他担心政府将玩家支付的资金 用来支付玩家不想玩的游戏 认为这和游戏的本意完全不同 他表示这部游戏不仅失败 还反映了游戏业界 和玩家需求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 对于这款以多元化角色为核心的作品 有玩家觉得现在西方游戏开发者 要创造大众喜欢的角色 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并认为这游戏的失败 会造成这家工作室面临倒闭的风险 玩家们还批评和Sweet Baby有关的游戏 应该像瘟疫一样被逼开 甚至连免费送都不会玩 还有玩家拿出神怒之旅 和在同一天推出 且不被正确影响的黑神话悟空 进行对比 两款游戏之间的差距 让玩家不得不佩服 陈陆之旅选择推出日期的胆量 同时黑神话悟空不与Sweet Baby合作 也证明了他的成功 玩家机密不久前也针对 黑神话悟空的媒体评价 做了部影片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情绪观看 说到中国国产大作 通过社区的一名UP主 发布了陈陆之旅的影片 导致评论区的玩家 一直询问黑猴的下落 吹出更想看到黑神话悟空的内容 而该UP主随后发布的黑神话悟空 和陈陆之旅的观看率 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实陈陆之旅采用政治题材 来传达信息 让玩家选择刺激性对话等特点 依然能让部分玩家接受的 像是请出示文件 九十六号公路 等同样以政治性和社会现实 作为背景的游戏 成功吸引了许多玩家的青睐 但陈陆之旅在处理这些内容时 未能掌握好尺度 过度且强制加入多元化因素 反而让整体效果适得其反 最多引发翻车现象 如今政治正确的出现 已经让不少游戏失去了原本的核心价值 甚至让不少游戏工作室 面临倒闭的危机 只能希望未来的游戏 不会再被政治正确影响 也不会因为追求暴容性 而强行加入多元化元素 不知道玩家们对于陈陆之旅 又有这什么样的看法呢 不妨在下方留言讨论哟 而现在只需要一元加入我们的Patreon 每个月都有游戏相关的giveaway哟 这里是玩家机密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